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内活动场所 位于桥下寒冬空间 噪音漏水状况严重 甚至被驱公所认定危险建物 里长胡佳阳指出 国产水泥基地透过都市更新 由工业地转为特商用地 回馈了10层楼总共近7000坪给市府 市值超过100亿 但市府竟然连一坪都没有拿来规划设宅 或任何工艺空间 连一个像样的里民活动中心都没有 7000坪全都给卫生局做新办公室 这块土地是透过都市更新 回馈给市府的 但是市府却不自己来做一个实施者 如果自己做实施者的话 就可以不用跟建商分 就像我们隔壁的小湾设宅一样 整片地整洞盖完就是纯设宅 不用分给人家 所以我们的市政府是选择了一个最便宜行事的方式 来跟建商分 这个事实上是有独立之嫌的 那现在呢 我们的市府分回了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但是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地方跟各局处的沟通 就全部把7000坪送给卫生局当作全新的豪华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卫生局豪华办公室的那个示意图 那我们质疑的问题是说卫生局现在不是没有办公室啊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跟市长同一栋的市政大楼里面 那你究竟为什么需要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而且呢 一坪都不愿意退让退让出来做任何的公益设施 包含是设宅也好 公佑公托也好 日照或是区民活动中心的完全不愿意协商 里长表示此案在103年的公办公厅会简报中 明明写北市府分回的土地 除了供卫生局做办公室外 还有预计规划南港区健康活力园区 及中济齐照护区等医疗卫生机关设施 更清楚写到德工本府公营住宅使用 想不到如今竟将7000坪通通都给卫生局 立委高嘉瑜也表示 早在今年4月时 他就接获习行李明成勤及李长反映此案 为此还特别召开协调会 当时与会的卫生局代表竟然是一问三不知 连一层楼的李明活动中心 一层楼的公佑公托 李明所最需要的 甚至长照 甚至我们南港健康的一个乐活的中心 都不愿意给我们的民众 大家质疑的是 这样子的一栋大楼 应该要做公益 应该要回馈给公共使用 在当初督审 在当初讨论的时候 也承诺说会来做公共发展的空间 现在是连一层楼都没有 甚至在当初的公厅会 只开过了一次 一次只有八个人来参加 这样的公厅会敷衍了事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过程 背后是有什么样官商勾结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监察院 必须要来调查 这一次这个回馈的案子呢 不仅让人觉得 怎么用最低空飞过最低标准 这个40.5%就直接让他通过 而且竟然参与和建的 照理说身为地主的市府 应该要分的比较多 可是呢没有想到 参与这个盖房子的 这个起造人竟然分配的比例 跟我们一般和建的 照理说建方要分配的比例比较少 明显不符合逻辑 确实有这个官商勾结的嫌疑 而且重点是这个案子从同到尾 公厅会居然只开一次 只有八个人参加 然后就这样子通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在这边呼吁 就是这个市政府卫生局 不应该阿爸独享 这个七千坪的这个楼地板面积 其实卫生局目前过去的这个时间上 其实是市府经过讨论之后 可以给卫生局 卫生局目前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有一些照管中心 其实在府外的单位 他目前是在租用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有其他单位 现在是借用其他机关在使用 所以过去的一个规划 就是这些府外的单位 还有我们现在应应我们长期照顾 十年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还有一个强化我们心理卫生的一个 社会安全的一个照顾计划 所以未来在118年的部分 已经评估可以预期 已经会新增增加的一些员工数 已经会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多重的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已经评估在这个需求上 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府外单位 都需要这样的空间 好 那我们也盘点了一下这个 所在的基地是这个南港高中的国中部 那虽然目前呢 是已经有这个三个给长辈的这个日照中心 那我们也考量说 因为未来这个附近都更的案子很多 会有这个不管是住户还是上班大楼 那只要是这个就是这个上班 或是住家多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送长辈到日拖 或者是这个拖婴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小湾社宅还有玉城国小 我们有小的工作 那未来呢 因应这个会有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也评估说 如果这个都更会不会有机会争取的话 我们会来规划一个拖婴跟给长辈的日照 那目前就是说相关的需求 其实里长这边提出之后 我们都有提报市值的资产工具整合会议 去做一个处理的 如果相关的有关设宅的空间 或者相关里内的有空地 或者兴建的空间 我们都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就是看之后有没有处计 这边就做协调 每一个适当中间做的 那这个区域我们也的确有听估 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如果就是实现给这边有机会有类似的基地开发的话 我们都会配合参政 所以他历经的这个豪龙兵市长 还有富汶哲市长一直到现在 那当初的讨论是 这个供电商的这个案子呢 他要回退40.5这个土地 那其中呢包括一些可建地公园 还有道路的用地 那可建地的这个用地 因为既然要捐赠给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土方的讨论的时候 就还点给这个卫生局来做使用 所以这个背景是在103年到104年的那个时间点 那至于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的开发它是由都市更新 所以呢这个开发的模式是 国产实业回馈合建土土地给市政府之后呢 我们跟国产实业一起来做这个都市更新 那因为一些财务上的考量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国产实业一起来合建 然后来分层 也就是说盖这栋大楼的时候 这个所有新建大楼的这个营建成本 营造成本 还有甚至这个管销的成本 这些就是由国产实业来出这个资金 那这个资金的部分呢 我们是政府盖出来的东西 按照我们更新后的一些分配的这个全职呢 我们拿这个房地来做底部 那至于这个如何的计算 这个成本如何计算 这个在都市更新的事业计划 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 这个所定的内容都有载明 那这个成本的提列都是按照 标准的提列成本来提列 那怎么样去做底部呢 这个也有估价式来估 我们盖出来新建成本的这个 这个市价 然后来做这个底部 这个是在事业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有载明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市府呢 没有负担这个相关的新建成本 跟管销成本 那用这个楼层去付给国产实业 里长说今年六月 里长有约会议就有向蒋湾市长陈勤 市长当时表示会来了解 但如今给的回应却一样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